美国市场方面 美国联准会在最新的利率决策会议当中 睽違四年 将利率调降了两码的幅度 开始启动了降息的循环 专家认为美国的降息将会给新兴市场 央行更多降息的空间 投资人可以提前留意布局 而果然今天美股四大指数开盘之后 全面的走秧 而且现在涨幅还在拉伸当中 高层指数涨幅已经标破了1% 是大涨了447点 只有水位来到了41,950点 那斯达克指数方面呢 涨幅拉升到了2.76% 目前上涨了484点 只有水位来到了18,057点 S&P500指数涨到1.74%的表现 目前也是上涨了接近100点左右 只有水位来到了5715点 以科技肋骨为主的费城半导体指数 更是飙升了超过4.66%的表现 目前费半指数呢 大涨了226点 只有水位之间跨过5000点的整数大观 表升到了5,085点 当然受惠于降息的决策 因此科技股成为今天盘面的重要焦点了 回答的股价呢 直接狂飙了5.5%的涨幅 上涨了6.24元来到了119.61美元的价位 另外来关心的是超伟的部分了 超伟的表现同样相当的惊人 目前呢涨幅拉升到了6.16% 上涨了9.13美元来到157.42美元的水位 台积电ADR的走势同样也在上扬当中 目前台积电ADR的涨幅有4.85%的表现 上涨超过了8块美元 价位呢是来到了175.40美元 Well, first of all, you've already seen a number of emerging market currencies strengthening against the U.S. dollar Taiwan and Thailand up 10% or more against the U.S. dollar so their currencies are getting stronger and of course they anticipated the rate cuts and that's the reason why this happened started to happen about two months ago so that's the first thing the second thing is that a lot of these emerging market stock markets are performing much, much better than the U.S. market if you look at Taiwan if you look at India you'll see that those markets have outperformed the S&P 500 over a five-year period so I think you're going to see more and more of that in emerging markets as money flows back into these markets you must remember now that the tech trade is over and once everybody pays off their bills in Japan the yen that they borrowed they're going to be looking for a new risk and of course with interest rates lower in the U.S. U.S. will be less and less attractive and you're going to see more money flowing overseas of course not only in emerging markets but in Europe as well the U.S. market 大选在一起 联准会宣布降洗两码的决定 不免是引人遐想 共和党人痛批是政治的操作 等同于是在11月美国大选之前 为贺锦丽送上大礼 美国前总统川普则是开呛 大幅降洗的举动 如果不是要搞政治 那就是美国的经济表现 非常糟糕 选前不到两个月 联准会宣布大动作降洗后 果不其然 马上让美国前总统川普开酸 但不止共和党 民主党阵营也有 议员不满于只降两码的决定 鲍尔一再重申是数据形势 但联准会过去只有在经济体系 出现大问题时 例如2007年金融海啸 2020年新冠疫情 才会暴力启动降息循环 联准会传声统 华尔街日报记者提米罗斯解释 今年情况不同 但就业市场确实有些警讯 Cutting by 50 and the economy's fine 提米罗斯还指出即便启动降息 也不一定能刺激企业借款 许多人早在2022年前就锁定了低利率贷款 以现在的利率来看还不够吸引人 投行高盛最新也预测 联准会将从今年11月到明年6月 六次会议上各降息一码 记者庄星联 黄一豪综合报导 美人指数在联准会决定要降息两码幅度之后 迎来了跌身反弹 但是新台币跟日元对美元的走势一度贬值 新台币在今天中月中收在了31.932元 升值了0.8分 联准会降息两码连得让弱势美元也成为话题焦点 在联准会主席鲍尔会后谈话结束之后 美元指数也从100.22低点回升至101.35附近 专家认为若美元指数重新站回102上方 才可视为强势反弹 否则长线来看仍然缺乏升值的动门 美元指数比较偏跌身反弹 主要的原因一个是在于说 前阵子的一个市场上的一个预期 其实把价格已经推到一个相对 跟联准会昨天做的动作 已经相差不远了 如果说这个联准会继续往下做一个 连续性的一个降息的 这种降息循环出现的话 其实对美元指数是一个 长期往下走的一个方向 专家指出 美国就业数据成为 接下来是否继续降息的关键 由于经济转望仅有微幅下调 虽然上调失业率预测 不过整体经济风险仍然未扩散 此次降息仍然能解读为预防性降息 形成美元震荡偏弱的格局 小摩也同样指出 美国庞大的债务负担 是美元面临的最大威胁 但是美元依然保持着作为储备 以及国际融资工具的地位 然而弱势美元也让雅币升值幅度 受到期待 对此专家则是认为 美元对台币若能向下突破 31.75元的震荡区间 台币的定位才会出现 比较明确的强势格局 市场紧接着聚焦在即将登场的 日本央行会议 也将决定短线上日元的走势 那台币其实在这个 还没降息就已经有走升了 所以目前不一定会很快的反应 台币或日币快速走升 那变成说要回到 例如说有没有需要帮助贬值救出口 今天有这个台湾央行理监事会 或者是明天有这个日本的利益决议 那看一看有没有自己本身 放一些紧缩货币政策 或者是对于经济看好的方式 来推动本身的货币走升 虽然长线来看 若联准会一循点正途的降息步调 对于非美货币汇率带来利多支撑 然而台币与日元 在出口导向的影响之下 未来仍然要面临 主要出口国家需求走弱的利空影响 记者赖北京熊如喜 台北采访报道 央行今天召开了第三季德里监事会议 面对房市过热的难题 总裁杨金龙宣布出众手打炒房 祭出了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 而且从明天开始正式上路 堪称是史上最重的打炒房政策 台湾房市降不了温 央行总裁杨金龙最新宣布 祭出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措施 同时调升新台币存款准备率0.25个百分点 也就是深准一码 因为从最新公布的消费者贷款与建筑贷款余额来看 8月房贷余额再增加918亿元来到10.75兆元 且五大银行新陈做放款利率 比起7月上升来到2.125% 所以央行在8月中开始就以道德劝说的方式 希望银行能改善信用资源过度集中不动产贷款情形 当然也有理事就说 对啦 事实上你虽然是重了一点 但是也不可能就说你的一个政策是perfect 就是都是大家都是满意的 都是满意的 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个 我们也做了一个就是说一个解释 就是说我们just do it 就做下去 杨金龙放重话表示 就是要让投资客还有投机客知道 不要以为很容易贷款 也要让社会知道央行对于房市降温的决心 因此从9月20号开始 除了新增规范自然人民下有房者的第一户购物贷款 不得有宽限期 第二户最高陈数更从6成降到5成 同时扩大实施地区 从原本的六都加新竹改为全国 另外公司法人自然人购置高价住宅贷款 及第三户以上购物贷款的最高陈数 也由4成降为3成 最后是余物贷款最高陈数从4成降为3成 我们是总觉得我们的选择性信用管制 必须要做比较在这个特殊的时期 必须要做一些的比较 比较比较严肃的一个措施来对市场 我们要释放出那个讯息 让市场觉得不要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 就是说我们的房价会一直上去的这个预期 央行这次动作比外界预期更加严苛 且换屋多房建商无一幸免 随着房地产市场在第四季进入严苛考验 价格预估也将出现修正 记者黄友柔 现文镇台北采访报道